三次分配這種說法 最早應該是來自於 北大的經濟學家教授李宇寧 他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 提出這個概念 三次分配 那麼第一次第二次大家都很熟悉了 所謂第三次分配呢 那就是指個人或者企業出於自願 把自己的可以支配的收入的 一部分捐贈出去 主要內容是慈善 那麼結果從而達到呢 使這個收入比較高的人 把他們的資金流向收入比較低的人 來減緩這個貧富差距 那麼按說你這個通過捐款這種方式 這個來緩和貧富差距 在民主國家也是一個常見的事情 比如美國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美國有著長期的這個民間捐款慈善的 這麼一個傳統 而且美國也有一些政策法律 鼓勵這種民間的這種捐款 比如捐款給抵稅啊等等 但是你現在中國提出呢 就把它當成一個制度 那這就變得很有很有一些不一樣了 因為你捐款的一個最根本的特點就是 你是自願的而不是強制的 捐不捐在你捐多少也在你 這和稅不一樣 稅是你必須要交的 你交多少也是規定了的 所以捐款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你的自願性 可是你現在按照中國的這種搞法 我們可以想象到的就是 它一定會把它變成一個強制性的東西 輕的時候呢可以通過造輿論 讓你這些不捐款的人很難堪很丟臉 中的時候呢就可以找個明目 給你安上什麼安上個罪名 說你的什麼收入是非法收入 讓你傾家蕩產 那我們看到啊 習近平講話是話音未落 那邊的騰訊就捐出了500億 那幾乎是它的全年的這個總的利潤 你說哪有捐款這麼捐的呀 你要出於自願 他沒人會這麼做的呀 那顯然他捐騰訊捐這麼多 顯然它是非自願的 它是就是破財免災 他知道他如果不捐這麼多款 會有更大的麻煩 那就有個笑話就講的嘛 這個募捐的秘訣 第一 面帶笑容 第二 腰間別把槍 那就是這麼個意思了 所以你在中國呢 過去這個歷史上就這種情況嘛 所謂科捐雜稅 什麼叫科捐雜稅呢 那就是說在你明明規定的那些稅之外 還巧立明目找很多稅 另外呢所謂捐 明明是要自願的 結果變成強制性的 參派呀到處搞成這麼個形狀 搞成這麼個形式 這是大家最關心的一點